把查詢界面這個 Ctrl鍵按住 把這邊改成叫VBA好了 VBA 這個VBA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刪掉 然後也是一樣一個下拉清單 當我查詢到它的時候 它要能夠怎麼樣 去幫我去查資料 那查資料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我這邊是 邏輯上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這個地方不是用函數 而是我們是透過VBA 它那個動態的去幫我抓 那首先的話我該怎麼做 這個我的思考邏輯這樣 當然VBA的寫法 你會發現每個人寫出來都不一樣 那我的寫法是直覺的 那所以我的直覺這樣 第一個先把什麼 先把這個我現在的工作表在這裡 那所以呢就不指定 不用指定說哪一個 反正我現在游標一定在這裡 那我先把什麼呢 那我先把什麼呢 我的Range裡面的C2儲存格 丟給一個什麼 丟到一個X去幫我存放 先存在X裡面 然後做什麼事呢 再切到那個Lookup 所以切過去的話 那會如果你的指令要怎麼下呢 我前面也有講過吧 工作表的切換 工作表的切換 序齒哪一個 刮鬍 然後名稱叫Lookup 有個方法叫什麼 點Slick Slick過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做什麼 你幫我在這個地方 不過我印象中這邊好像 有X路一列 我們還用X路一列 因為上面好像本來有個東西 我把它刪掉 那我就怎麼樣 4R等於3到9 3列到9列 做什麼呢 幫我在這個裡面去查一下 因為我剛剛是查001對不對 那請你在SalesA欄裡面查查看 如果呢 一個一個去比對 如果呢 查到的是相同的話 比如說001 就把它的B到E欄的資料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個查詢VBA的 這裡面的什麼範圍 這個丟到它的哪裡呢 你就可以切過來看 丟到它的那個C3 C4 C5 C6 那可是問題 你找到之後呢 如果你已經切到Lookup 你如果要再切來切去 變成你要 這個太亂了 所以乾脆怎麼樣 你就不切了 如果直接要把這個資料 丟回去給它的話 那你記得 在輸出的前面那個名稱上面 就要多一個工作表名稱 把它丟到前面的這個工作表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丟過來 那我們做完的話 類似像這樣 我們直接來看 因為這個程式前面應該都有寫過類似的 所以第一個開發人員裡面 看一下這裡面 這也沒有模組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程序的話呢 我直接用那個雲端上面的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 那這邊我已經有寫好一個 在這個有個查詢C 我這個名稱叫查詢 然後把字放大一下好了 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把它放大一下 好 那寫完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剛剛我講的整個流程 大概 如果把它變成程序的話 寫出來類似像這樣 就是第一個 把那個 所以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叫查詢 把C2的資料先丟到一個x 這個x是一個變數 再切到lookup 切有沒有 for i 等於3到10 切過來對不對 for i 等於3列到10列 如果它的A欄裡面 有其中一個是和x相等的話 then把它的B欄 C欄、D欄、E欄 丟到前面的這個查詢工作表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那為什麼後面的部分 它前面沒有敘詞 可是前面有敘詞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這邊已經slate 所以 這個如果前面沒有敘詞的話 那一定是表示什麼 這個lookup OK 那就把後面的丟到前面去 那前面因為是另外的工作表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教各位 如果你將來會有跨工作表 然後轉移資料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OK應該懂這個意思吧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包括我們把B欄 丟到前面的C3 C欄丟到前面的C4 意思類推 一個蘿蔔一個坑 以後你們將來的資料 因為剛好是 它查的是橫向的 丟的話變縱向的 如果兩邊都橫向 那更好解決 反正就一個 整個就直接丟過去 甚至後面有的時候 保一個回圈 然後面甚至可以用數字 好像全面甚至都會一樣 查到以後的話 因為只會有一個可能性 所以查到之後的話 你這個回圈就可以不用往下 因為第一個已經查到了 不可能會有第二個 所以怎麼樣 多一個叫 Is this for Is this for 什麼意思 就是不要再繼續了 跳離就對了 所以它會跳離 next 直接跳到最後一行 把畫面切回到哪裡 查詢界面 切回來 OK 好 那我讓一次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今天做完之後 然後也在這邊插入一個按鈕 因為我要執行那個程序 那個程序叫查詢 對不對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假設我今天選了一個003 按下查詢 理論上它會幫我完成剛剛的動作 按查詢 但是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發生這樣的狀況 正列所影超出範圍 偵錯一下 你會發現它停在這裡 你想說 這一行有什麼錯呢 先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查詢界面這個名稱有沒有 按Ctrl C一下 取消一下 這個名稱請特別注意喔 在雙一號裡面有沒有 貼上一下 因為我之前的版本好像是用2007的吧 可是 用2010 你會發現 它只要是刮弧前面 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空白 反而2007的沒有一個空白 我覺得可能版本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說真的 這個 你要看還真的蠻難看得出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這邊順便講一下 那所以其實怎樣 反正就直接加空白好了 OK好 如果說你 不然的話就怎樣 把這個空白拿掉 按確定也可以啦 反正不就是改這邊 不就是改那邊 OK好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往下了 那往下 這邊停一下 OK好 再一次 003有沒有 那比如說這邊 004 005 不過它會閃一下 但你可以把那個閃一下關關掉 應該前面有講過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你想說 老師不對啊 可是每選一下 就要再按一下 那這樣好像不太合理啊 所以如果說將來呢 你希望怎樣 選完之後 不用再按一下 這個時候 你需要了解一個 事件 什麼事件 當這個工作表 物件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 有變更資料的話 所以會觸發一個叫事件 這個事件的物件就是 這個工作表 的 C2儲存格 如果被改變的話 才去執行什麼 這個按鈕 OK所以這裡的話 需要一個事件驅動的概念 什麼事件驅動 這個程序 那程式撰寫 特別注意 一般同學 可能比較沒有概念 以後如果說你遇到 這樣的狀況 請記住 第一個 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事件在哪邊驅動呢 這個工作表 那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特別注意一下 你們的VBA的 這個叫專案 專案總管 裡面的話呢 一定會對應 同樣的名稱的一個物件 這個叫工作表物件 有沒有 這個 對應到它 也就是說 將來那個工作表 它就會用一個物件的形態 在那邊呈現 那我們如果說要當它的什麼 點它 這邊有個叫 worksheet 裡面的話會有個事件 預設是叫 selection change 不過我建議是把它改成change 因為selection change 是你有選取區域變更 那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會有 有可能會有bug 不過我建議是把它改成change 那把selection change delese掉 也就是說 當這個工作表 裡面有變更的時候 那可是裡面有變更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有變更呢 它會透過什麼 target的物件 告訴你 所以只要有change 有沒有 它就會告訴你哪一個target 那怎麼判斷 所以如果 if 哪一個target 就是裡面.address 也就是它會透過那個什麼 target.address告訴你 如果等於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儲存格 記得它儲存格的格式一定要是這樣子 c2 如果它是c2儲存格變更的話 用這樣來表示 then and if 也就是說 你是只有c2才去做查詢 其他變更都不會理會 所以如果不是c2的話 它就跳過去了 跳過去 那如果是c2會做什麼 call 就直接怎麼樣 因為剛剛不是有寫一個查詢嗎 那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去呼叫這個查詢 所以 這個 VBA這個 查詢介面VBA這個 剛剛用錯了 應該是這一個才對 不過沒關係 就 剛剛跑到這邊 沒關係剪下來 搬家 搬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ok 你這樣怎麼樣 就把那個 因為你這邊已經有寫一個程序了嘛 對不對 如果那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就call 查詢 ok 好 試一下 那如果你不確定說你寫的到底對還是不對的話 這邊先設一個中斷點 這邊先設一個中斷點 好 我們來試一下 當它有change 我change別的 比如這個 劉鴻君 把這個劉鴻 打勾一下 change的對不對 但是change的是 C3 我怎麼知道是C3 這邊會顯示出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 你游標 因為我這邊是一個中斷點 它停在這邊 C3 等於C2嗎 不等於 所以為什麼 跳過去了 不執行查詢 OK F8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 這個change 003 好 這個時候 target address C2 會不會進入到這裡 會嗎 call 有沒有 這樣 就直接這樣 幫你查 那查完之後的話 自動怎麼樣 會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要特別注意 它可以address這個地方 如果是 C2的話 才會去做動作 那也就是說將來 你這個就可以拿掉 剪下來 OK 那以後的話直接點下去 有沒有 它就自動執行了 就不需要再按按鈕了 OK 所以呢透過什麼 這個地方 驅動它 它如果change的話 再去執行那個查詢的動作 但是 這邊好像缺一個動作 假如你把它刪掉會怎麼樣 如果你這邊空白的 那底下應該也是空白的 所以我多寫一個動作 這個應該在雲端上也有 如果你們查一下雲端上面 下面這一行 原來是call查詢 但是如果裡面是空的話 那就怎麼樣 那就要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這一段 我是這樣子直接判斷說 這邊多寫一個什麼 這個 如果C2等於空白的話 那其他也變空白 反之才去執行查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執行 假設有 沒有的話 Delete這掉 它裡面也清空 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各位 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這兩段 這一段 跟這一段 但是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空白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VBA裡面的查詢 當然也是 逐個逐個的工作表做查詢動作 那查到之後呢 它就不往下了 它就直接跳離回圈 那就把資料搬過來 這個我想就是主要 可以學習就是說 如何切到另外的工作表 如何把找到的資料轉移 其實應該算複製 等於是複製到另外的工作表 的某個儲存格